大家好 我是五仔 《娛樂集感》 跟大家說一下娛樂圈最新的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的事情 恭喜劉德華先生 他現身多倫多 原因是他獲得了一個特別貢獻獎 哇 之前梁朝偉獲得一個厲害獎 金絲獎終身成就獎 他現在做一個48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頒獎禮的特別貢獻獎 這樣就厲害了 另外他也有一部電影叫《紅毯先生》 《紅地毯》的《紅毯》 是全球首播的 劉德華好像不差過人 你跟我鬥幾十年說我是屬於東莞 說他是東莞 他說梁朝偉是屬於世界 說劉德華屬於東莞 不是 怎麼會 怎麼會 劉德華很喜歡他 全球很多人 反而梁朝偉不是那麼偶像派 我稍後慢慢說說這個新聞 另外這個長腳蟹 投資六位數字做教育老闆 發達了 懂得搞教育 長腳蟹有沒有讀過書的 長腳蟹當年 不要緊的 做老闆而已 喂 我覺得長腳蟹未必是高學歷 我猜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他高學歷的時候 也不用出來做模特兒 不要緊的 做老闆不用讀書 他叫人讀好些書 請老師回來教 他說現在需要每天都更新一條片 講故事形式做教學 那可能教再小的小朋友都還沒頂 好了 稍後又說說他的新聞 然後我們又會說肥媽 肥媽 上次又說什麼做馬又盛盛 人家說中國好聲音 你說中年好聲音 那些分子被人改了? 現在最新的《中年好聲音》 大家都抱著抱著 很多東西看 早前拍片 說中年好聲音 給一位參賽者18分 節目組 給這分放上的螢幕只有17分 我即時指出他的錯誤 要求馬上改正他 肥媽今天在記者會上 改口 改口 他之後提到改分一試 他說 現在就好了 右燈 怎麼按了17分 電腦 即時彈出來 我叫他改回18分 幾秒而已 零點幾秒而已 被人說了成年 大哥 因為我不是看著他來按 說到好像是自己有問題 這次厲害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給TVB照廢 上次說到說 我不是在這裏 作犯 是嗎 對 說人家的節目 這樣那樣又說 有那些什麼 那些大粒的兒子進來 告訴他 你是誰的兒子 甚麼 不懂唱歌 打算入決賽 不行的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 大家現在強調節目很公平 他說 如果試試不公平 真是出不了街 又指自己的妹妹 都唱得好聽 但不准參賽 肥媽有個妹妹嗎 肥姨 肥媽的妹妹就是肥姨 好了 肥媽馬上去化妝 公關說 肥媽趕時間 沒有做訪問 加入了陳惠嫻 近來看到唐妹 唐妹的聲音 唱歌唱錯戀 跟陳惠嫻一樣 她的樣子是一樣 她的聲音是一樣 你倆做甚麼 是複製人 你倆 陳惠嫻說 給分中年很生意 是頭痛的 說到肥媽上季太投入 所以就手殘 手誤 陳惠嫻就問 要禁分的嗎 這次衛免我們手殘 只是禁燈 那個範圍這麼大 但也試過忘記禁 是的 她說不要笑 聽得太投入 分都忘記禁 好 解決了 接下來 今天就繼續 終年好聲音 好看的 這些演藝 這個也是 其實是平民夜總會 恩尼姐姐說 好玩的 說些不是平民 說些巨星 柳德華是不是巨星 當然是巨星 在多倫多時間 9月15日出席 第48屆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頒獎禮 獲大會頒發特別貢獻獎 以表揚他在電影界的貢獻 而劉德華同時為電影節 帶來最新主演的 洪詹先生 作首映 他獲了這個獎 他很開心 中英文對照發表感言 我想聽劉德華說英文 你們去看看 特別貢獻獎 對他來說 有很多意義 代表著 每個人 都有可能做得比你想像更多 所以 選擇 你自己的道路 努力奮鬥 做到最好 我們永遠都忘不了 你們給我的愛 劉德華 又是想粉絲 劉德華 洪詹先生 不知道這部電影 他拍 導演叫做寧浩 整個行程 停留三天 在多倫多 劉德華 回香港開工 超過十年 沒來過多倫多 到了機場 大班粉絲 衝去迎接他 大叫 我很想念你 華仔生日快樂 對了 坐了十幾個中飛機 長途機 但是劉德華 看到粉絲這麼熱情 又醒醒目目 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不能不醒目的 做這行 被人拍到的樣子 眼睛睡覺 你就糟了 劉德華也有獎項 他也不用做 但他又拼命做 他喜歡做 我覺得他這件事 好像 是不是梁朝偉 拿一個他又要拿一個呢 是不是姜濤 坐飛機 有人接機 他又要有一班 歌迷接機呢 應該的 他也是巨星來的 不要說 有些人說 梁朝偉拿他而已 不知道怎樣折獎回來 自己拿而已 不知道是否關事 但其實他也是巨星 他也是會拿獎的 對 以比較 他就是偶像派 一號表情 那種 經常都笑著那個笑樣 一號劉德華表情 二號華底表情 三號華底反應 三號華仔反應 對 就是 他的戲 難一點 你說可以超越 超越自己 只能夠 當他撕掉了劉德華 本身就可以了 其實他現在都很脆 因為我看到他現在擺姿勢 都沒有以前那麼直 他肩膊 他肩膊還有些A字 肩膊 看著好 阿華少 越老的人就越寒貝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應該也有健身教練 我那次看他拍攝 插彈專家 而且 做斷了腳 看他做深蹲的款式 都好像認識 是的 應該也有做運動 不過那時候跟張家輝說 他沒有操 只是跑步而已 這樣不行 保持不了 他這個特別貢獻獎 獲贈 是為下一代表演者鋪好路 他是的 他有的 你看他 很不論識自己的光費 他讓你餓光 讓你尖我過 他搞過生日會 陶大宇那裏明醒他 他起碼過了千萬 過了千萬給陶大宇 長造長有的 刀鑽地球 你做啊以後 和你合唱 這樣 你讓某些人真的不理睬你 他可以自私吃 但他都自私吃了那麼多年 其實他沒有所謂 好像阿Dee那些 他不用叫Ara的Dee出來和他唱歌 他不用 他又做了 他又好 他又看著後面的 又照顧前面的 胡鋒和羅蘭 一起玩開心 他又看到他是一個很孝順 很尊敬長輩的人 他很多事都值得我們學習的 你說他又不夠這個 又不夠那個 他又問我們 我們是否夠他們 什麼什麼 我們憑什麼批評別人 有時候這些 看到別人的高興 我們更高興 應該就是 是啊 看到你這樣有成就 我們都很開心 追了你幾十年 那個樣子 有些歲月的痕跡 但不是很離譜 至少認得是那個樣子 還有笑起上來的樣子都是 磁場 眼都還是精靈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做粉絲 就想看到你好 看看長腳蟹 長腳蟹 不是 投資六位數 就可以做教育老闆 這麼便宜 我可不可以做回家 六位數 是不是六十多元 不是 是十萬以上 幾十萬 都便宜了 做生意做幾十萬 重拾書本教學 好像讀多次書 究竟教什麼 整班愛回家那些 真的停了廠 就陪他開幕 劉丹 湯瑩 張景淳 即是他的匪民老公 投資六位數 在YouTube 亦都會在頻道上 聲音導航 用講故事的形式 做教學 需要每天 上載一條片 自己重新讀書 相當辛苦 呵 你們這些YouTuber 新手拍出來 每天一條片 其實他們現在覺得 好像沒什麼 他們真的覺得沒什麼 現在每天一條片 你知道每天一條片 是誰開始做的 有些人說五仔 你當然認得厲害 當然是自己 不是我 是大J 大J 每天一條片 然後小波子 開始一日一條 一日兩條 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 我現在一日十一二條 我那些就等於 別人的聲音導航 所以你們覺得 一日一條片 沒有什麼 很少 一日一條片 正常 不用一日十二條 其實不是 我想說我們YouTube 開頭 一個星期是出一條片 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甚至一個月出一條片 一個星期出一條片 是VLOG 一個月出一條片 明仔 那些什麼 今天明小利 那些 就是 一個月才出一次 差不多 今天VSTYLE 因為今天VSTYLE 才是一個月出一次 明小利 那時候在另一個網台 做一個星期一次 所以 其實他們現在說 做到一日一條片 覺得沒有什麼 是前人打出來的 真的 就是這樣 是前人打出來的 一個局 你覺得不是這樣 好像沒有什麼存在感 問到 呂慧兒開這個教育中心 籌備了多久 她說 都沒有幾個月 她籌備教育中心 那時候籌備了教育頻道 那時候籌備過程 都辛苦 現在開門 好像上了軌道 投資六位數 但覺得投資最多 不是金錢 是時間和心血 她說籌備過程 可能是頻道內容 走什麼方向 教育中心 怎麼走呢 很多要籌備 變了花了很多時間 她說 跟我們頻道 每天一條新片 希望內容可以吸引小朋友 錯 點你 明點你 明醒你 吸引誰 吸引家長 吸引小朋友 媽媽想去這裏學 當然不是 媽媽說 不如扔到長腳蟹那裏學你 這樣啊 吸引老母 吸引小朋友 好啊 再做些片 上去 那他什麼內容呢 會不會很累呢 他說團隊幫忙 頻道的片 只是他的聲音 只是聲音導航 要先了解 所以好像讀多一次書 他表示自己最厲害的科目是科學 他兒子是蟹子 同樣喜歡科學 科學成績是出色的 另外一間分校上課 哦 哇 已經有分校了 那就 問到他前夫王文迪 有沒有一起慶祝兒生日 他說 他的話就不說了 但他們會慶祝的 有網民說你的兒子像曾志偉 你怎麼看 這麼嚴重 呂慧兒的兒子像曾志偉 他之前有傳過緋聞 那呂慧兒就說 圓圓圓很可愛 希望他現在圓圓圓 將來生高可以拉長 真的像曾志偉 不是吧 這個新聞有很多 他是不是跟曾志偉 好像是 拍什麼呢 他那時候拍電影嗎 還是拍什麼東西 兩個很親密的玩得 唉 那究竟是什麼事呢 會不會真的跟曾志偉有些緋聞呢 我們去檢查一下 曾志偉 但現在那個又不是 現在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男主在牆頭發那個 那個像是他男朋友嗎 如果不是就是煙幕嗎 不是吧 曾志偉 很多媒體都說過 呂慧兒和曾志偉 似乎是有些緋聞的 唉 攬起來 切蛋糕 但是 那些網民說不像媽媽 像曾志偉 他兒子 真的像嗎 看看 有些像 真的 有些像 那雙眼 樣子也有些 不過其實 他樣子 除了有些曾志偉之外 其實有點像RICO 真的像林俊傑 像 管長 那些樣子 喂 他老公和他 怎會生到這個樣子呢 我又覺得有點奇怪了 他老公 黃文定 我那時候在TVB都跟他經過 是一個模特兒來的 呂慧兒都不是這個樣子 大哥 有些了道 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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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人家講 越大越像曾志偉 reden 這些 相對 他媽媽的眼睛與他不同? 但 有些雜誌家說 他媽媽的眼睛更弄雙眼皮 但是這樣的 但是我道說 像他媽媽 爸爸像媽媽 有沒有像爸爸呢 性別像 實際上真的不太像 網民說 呂惠儀跟某一個AV的狀樣 是誰呢 有沒有名字呢 沒有說的 我也想知道誰是AV 她可以的 她看上去不是很精細那種漂亮 但是她高大 她模特兒款 也挺有格的 她小時候對眼就像她的兒子 她小時候 她以前的鼻子就像她的兒子 不好意思不是曾志偉 都是她的樣子 不過後來媽媽越大越漂亮 看下就不像 所以 所以有些事情 基因真的不能說 嘩 長腳蟹 雖然是微波爐 但是身材真的超模 她有她的好看 她有她的好看 如果演戲的時候 不要那麼吵 可能很棒 哈哈哈哈 看外回家她好像很吵 不過這些都是她的特色 好像大小姐 有那些誇張的表情 看到 她看得到 她看得到 有人這樣演戲嗎 好像做什麼鬼 其實很可愛 看外回家 今天講到這裡 好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